看看这帮家伙是如何偷走上亿黄金的 先把黄金放进石盆 再用烤箱高温融化 将滚烫的金水倒进准备好的模具 成吨的黄金变成了一只大金雕 最后刷上红漆做伪装 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能想出如此高明盗窃手段的 也就只有他们 偷天侠盗团 这帮人个个都是技术大师 小黑擅长伪装和开锁 这世上就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阿坤从小就喜欢放炮 长大成了爆破大师 不管什么建筑都能精准爆破 紫罗兰 空手道高手 格斗大师 曾经一人干掉了一个黑帮 王子 某神秘国家的太子 车记出神入化 玩车没人玩得过他 这么一伙高手组成了一个偷盗团队 但和其他的盗贼不同 他们是侠盗 只信奉一个信条 劫富济贫 惩恶扬扬扬善 他们只偷那些罪该万死之人 完事把偷来的钱全部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帮助更多人 他们将目标投向了更大的猎物 老白 作为中东的监狱大佬 这些年 他和恐怖组织联手到处兴建监狱 把走私贩毒赚来的赃钱全部都换成了黄金 藏进了所谓森严的监狱 他们的计划就是从老白的眼皮子底下 把黄金全部偷走 但仅凭他们肯定不够 他们需要帮手 想要完美地偷走黄金 不但要有足够的经验 还要对监狱了如指掌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在这世上也只有他 擅长偷盗和越狱的大师老邦 这个人堪称偷盗界的传奇 不仅能在瞬息之间偷走别人身上的东西 一生更是越狱无数 没有一座监狱能困得住他 为了引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邦 侠盗团设了一个套 终于见到了真人 他们向老邦发出邀请 老邦却不屑一顾 他不屑与任何人合作 然而听到有上亿黄金 老邦一下子心动了 向来爱钱如命的他答应合作 但条件是他要分一半 几个人听到后瞬间郁闷了 他们去偷黄金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劫富济贫 行侠仗义 阻止恐怖分子作恶 一听没钱 老邦不干了 这种非力不讨好的事 他才不愿意冒险 老邦扭头就走 却被人一下子喊住了 这个人竟然是他的女儿 原来他才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 这个地方比迪拜还要富有 遍地都是土豪 豹子被当成宠物养 连继承车都是豪华跑车 这里就是阿联酋最大的酋长国 阿布扎比 这几个人专门飞来这里 并不是来旅游的 他们是偷天侠盗团 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盗取黄金 偷盗大师老邦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竟然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 面对女儿的恳请 老邦无奈 只好答应 但想要偷走恐怖组织的黄金 难度可一点也不低 更何况 黄金还是藏在监狱里 首先要先确认黄金的位置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对监狱的了解 老邦很快就发现了这所监狱的可疑 明明监狱里有洗衣房 却还要把衣服晕到外面去洗 这说明洗衣房里藏有猫腻 通过对比监狱的结构图 老邦他们发现 在洗衣房厕所的下面有一块空间 黄金极有可能藏在那里 确定了黄金的位置 还要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 作为一所守卫严密的监狱 想要进去不难 难的是怎么出来 经验老道的老邦显然已经有了计划 这次行动若想顺利 监狱就必须不得安宁 他打算在监狱制造一场混乱 利用犯人送外就医的机会 把黄金藏在病床下面 光明正大的运出监狱 盗取黄金的计划正式开始 小黑假扮卫生组织 对监狱厨房进行了检查 他吓唬点狱长 设备不合格 需要换皮心的进来 点狱长怕担责任 立马乖乖服从 定了两台最新的设备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侠盗团的计划 几个人假扮成运送工人 成功混进了监狱 利用换设备的时间 老邦他们准备行动 却差点被点狱长撞破 还好老邦反应够快 及时躲进了烤箱 点狱长想试试新来的设备 这可把小黑吓坏了 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 小黑打发走了点狱长 还顺手顺走了点狱长身上的门禁卡 利用这张门禁卡 老邦确定了金库的位置 但想要从正门进入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另劈吸静 两个人迅速打扮成犯人混进厨房 在犯人的伙食里下了药 上吐下泄 整座监狱瞬间乱了套 看看这帮家伙是如何在监狱里拖到黄金的 他们先是假扮成工人混进监狱 再在犯人的伙食里下药 引发监狱混乱 然后借助混乱冲进厕所 开始疯狂的钻洞 他们已经断定金库就在这下面 随着一个小洞打通 轮到爆破大师阿坤出马了 阿坤拿出器官 打算用空气把这里炸开 与此同时 外面的同伴早就在监狱门口布置好了汽车炸弹 阿坤引爆炸弹的瞬间 两边同时爆炸 汽车爆炸完美地掩盖了厕所的声响 冲进金库后 阿坤第一时间对摄像头动了手脚 监狱老白过来查看监控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直到他意识到不对劲 火速带人冲到了金库 黄金早就不翼而飞了 愤怒的老白当即下令 截停所有的救护车 然而手下们拦下救护车 却全都一无所获 就在这时 老白注意到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消毒人员 在这两个人的引导下 老白瞬间意识到黄金就藏在消毒车里 他立即带人展开追击 从城市一路追到了大沙漠 殊不知 驾驶消毒车的正是车技了得的王子 一路把车开到边境 王子才把车停下 看到侠盗团没有武器 老白一脸得意 全然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然而等他把后备箱打开 整个人都傻掉了 老白又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打从进到监狱 看到这只大红雕一刻起 老邦就改变了计划 放进烤箱高温融化 再把滚烫的金水倒进模具 一座黄金大雕就成形了 完事在上面刷上相同颜色的红漆 最后装扮成维修人员 从典狱长的眼皮子底下 光明正大地带走了黄金 得知一切的老白愤怒地拔出枪 却突然被一大群士兵围住了 老白这才意识到 这里是边境 他瞬间怂了 更让他绝望的是 狭盗团把他交给了恐怖组织 组织的大佬向来残暴 等待老白的只有一个下场 第二天 新闻报道了食物中毒的时间 却对黄金只字未提 不久之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收到了一笔匿名的巨额捐款 这帮狭盗高手 又一次劫富济贫 用能力维护了正义